财经晚报我们要继续关心是双M 也就是指的是联发科跟晨星大合体 现在有神秘机我们要独家来曝光了 我们看上个月这两家公司才闪电合并 那么在合体之后的第一款 这个双核心的这个新手机 在我们的镜头首度曝光了 不但它的效能媲美三星 那么大概是万把块钱左右的价格 也只要一线大厂的一半 用的还是高等级的MOLAN的一个萤幕 那么融合了蔡明界标榜的小狗大碗 那么还兼顾晨星擅长的影像功能 要挑战一线的品牌大厂 这只就是我们现在的命运器 不管是拍照还是操控 甚至外形都变得更流线顺畅 店员把它当作压箱宝 因为这款神秘机正是联发科合并晨星之后 推出的首款双核手机 在东升财经新闻镜头前独家曝光 更是蔡明界力拼苹果跟三星的制胜武器 目前还没有 这利用我们秘密武器之一 双M合体研发的新晶片问世不到一周 新手机也要8月才开卖 但车试用的工程机 已经抢先流到通讯行搬钢警 比上网速度 整整比上一代快了3秒 比拍照速度1分钟60张 也是又快又顺畅 数字会说话 拿出软体测试比效能 联发科的双核机 对上搭载高通双核的三星S2 一样飙到5000多分 势均力敌 比上一代白牌机1000多分的效能 高了三倍 比效能还不够 达人帮我们打开手机一看 瞧 这里有一线大厂所没有的双卡双待机功能 蔡明界最擅长打的价格战 标榜九够短袜的风格 这款双核机都具备 当然成星最厉害的影像功能 主打细腻萤幕 用的是最高等级4.3寸的萤幕 本身的处理器 应该也有达到1.2G双核 那比它比较强的部分 它多了一个卡比也可以用 所以它本身可以双卡双待机 同时上网同时兼具打电话的功能 所有白牌手机的功能 新双核手机都具备 但1万块左右的价格 却比三星跟苹果等品牌手机 整整便宜一半 因为我之前是用iPhone 这一支感觉用起来跟iPhone 其实是差不多的 也难怪大小M合体 首都推出的双核新手机 被外界视为新联发科 对战苹果三星的首部曲 只不过要怎么克服白牌手机 以往让人诟病的品质跟稳定性 恐怕将成为未来的知识关键 东西产新闻众报道